好不容易周二东北季风减弱 白天气温回升 中央气象署表示 3号清晨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 东部天气又会逐渐的转冷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又会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帮演告诉大家 东北季风一波波 中央气象署表示 元旦起受第一波东北季风影响 水气减少 气温偏凉 到了周二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回升 不过到了周三周四 东北季风又在增强 周三水气较多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到了周四水气减少 转干冷 民众出门要保暖被雨具 其实3号 4号的时候 就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天气不是很好 然后到4号天气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5号开始东北风减弱 5号天气 天气大概就是在花林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晴天 偏有点云的天气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6号以后 晚上大概东北 所以又另外东北风下来 然后温度会下降一点点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 另外一波其实温度不会降很多 不是很强的一个天气 所以会影响我们 大概就是淫风面上会有些雨的情形 然后到9号天气又比较回暖了 然后天气会比较更好一点的情形 所以这一周整个来看 早晚天气温度都还蛮低的 就是3号 4号的低温大概到16度 然后从7号开始一直到后面 我们预测低温大概都17度 所以早处晚归 大概你还是要添加一些衣服 会比较保暖一点点 然后可能在局部地方 可能说云风面上面 还是有一些局部云 所以如果早处晚归的时候 还是携带一下雨具会比较保险一点点 尽管周五东北季风减弱 白天气温回升 不过到了周六水气又稍微增加 周日第三波东北季风报道再增强 气温下滑 东半部伴水局部短暂雨 本周天气变化大 提醒长辈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 留意身体状况 使用电暖器具瓦斯热水器 保持通风及安全 记者长邦院华林氏报导